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18号抵达北京 布林肯他现在访问中国 咱们之前谈过 非比寻常 很多人其实有反对意见 其实咱们现在看拜登政府近期对华策略有所调整 其实已经侧面印证了 他现在就是需要缓和和中国关系 原因就是他现在要解决俄乌战争 这是他的首要认 就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同时面对两个难题 首先就美国现在是在避免提及对华脱钩 对吧 而是他现在强调去风险 那这个川普开始就搞这个对华脱钩啊 标志性的就给中国商品加关税 但是呢 现在看这个整个政策都失败了 当前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没有减少 下一步就打击中国芯片产业 那这个计划现在看也遭到了这个失败 啊 所谓的去风险啊 他现在这个去风险其实是欧洲国家 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一种这个反击政策 然后呢 美国人就直接拿来用了啊 实际上就是美国人他没有搞过什么政策啊 他其实啊 包括这个印太战略用的是日本的啊 这个去风险是这个冯丹安的啊 那这个是拜登政府为了团结西方一致啊 然后呢 把这个直接用了 这个区域风险的本质是什么呢 是缓慢的跟中国脱钩啊 注意是缓慢的脱钩 核心就是什么呢 在一些敏感领域啊 不能脱钩 咱们说稀土嘛 布林肯这个啊 这次行为啊 这次行动啊 其实也是要跟中国沟通 就是能不能允许他缓慢的脱钩 主要是避免他这种行为能够激发中国反击 因为他现在已经陷入到这个欧洲 俄乌战争这种泥潭中 那这个时候如果中国再立刻反击 那么美国人基本就完了 至少说他没有办法去应对中国 所以他现在对中国对美国公司禁令 美国人现在其实非常难说 如何避免这个在台湾引发战争 也是美国现在一个难题 为什么呢 核心问题就是美国赢不了中国 他如果能赢 他根本就不在乎这点 美国所谓向中国解释趋风险 很难 但是台湾问题更难 就对中国来说啊 这个美国利用台湾啊 遏制中国崛起 其实这个也会反噬美国的 其实这个美国人也明白 为什么 因为美国是世界老大 那世界老大也说我作为世界第二 我跟你美国在台湾这个问题上打一仗 一旦开战 那么美国你倒是介入还是不介入啊 也就是说美国人绝不能让自己陷入这种境地 那介入呢 打不赢啊 输了那全球霸主地位就毁于一旦了啊 你想为一个小台湾 他自己把自己老大地位扔了 这不简直是开玩笑吗 所以他绝不能打啊 所以咱就明白 美国人不敢在台海跟中国开战 所以他嘴上叫嚣 他很厉害 但是咱们心里要明白啊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其实比中国还怕打仗 现在吵这个台海危机等等啊 是日本人啊 日本人希望美国人不要怂 美国人要跟中国干啊 美国人现在恨透了 日本人啊 这里边呢 在支持台军作战能力上啊 他也怕啊 也怕这个台军触碰中国大陆红线啊 一直管控着台军啊 未来呢 中国大陆在谈问题上是给美国的空间指挥越来越小了 这个美国人也意识到了 比如说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 这个中国这个控制台湾能力会越来越强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美国人就越来越跟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啊 没有对抗能力 那美国政府啊 现在其实是非常难受的 那就考验他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布局啊 台湾问题实际就是美国的外交灾难嘛 如果处理不好就是美国外交灾难 因为他事业老大被世界老二给揍了 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老大地位不保啊 所以对美国的打击啊 有可能是要超过俄乌战争 他这种危机的打击的 俄乌战争毕竟他有这个北约盟友 跟他一起 而这个 在亚洲的台湾问题啊 也就是中美直接对决啊 日本根本就算不上一个算不上一个力量啊 那也就是中美直接对决嘛啊 所以美国人现在非常害怕台湾有事啊 台湾只要在他心心念的中国不能武统啊 其实他把自己心里话讲成这样 绝不能武统啊 一旦武统我就完了 他知道自己打不赢 就即使是去冒险 去跟中国开战 那也就是 我 我等于是下赌注 我等于是下赌场 开始赌 这种赌国运不符合美国这种老大身份啊 最后美国需要稳定对中国的关系 以这个优先应对乌克兰危机 这个才是最关键啊 这是咱们讲的 中美俄三三边关系非常关键 所以美国对中国的一举动 其实所有逻辑都要考虑俄罗斯因素 现在看呢 普京已经将这个核武器运进了白俄罗斯 这个其实也是违反这个联合国一些规定的啊 但是你看美国和俄罗斯啊 对联合国宪章这个半斤对八两吧 咱们中国人是一直遵守联合国宪章 但是俄罗斯和美国不是 等于是什么呢 等于是对啊 这个欧洲啊 有进一步的这个威胁了 那这个美国人现在非常焦虑啊 其实也就意味着啊 他未来其实有可能被 比如波兰 波罗斯三国给拖下水 因为这个核武器进白俄罗斯 他准备这个波兰和波罗斯三国啊 进攻白俄罗斯这个计划 这不是美国人能控制了 那这三个这些国家是吧 这些国家啊 如果真的动手呢 白俄罗斯如果真的使用战术货武器啊 那最后美国怎么怎么办呢 所以美国人现在欧洲非常被动啊 啊 那么首先他要优先 那应对乌克兰危机 这就是布林肯反华的核心底层罗意 啊 也就是说他要先反俄啊 然后呢 才能反华啊 那一件事一件事办啊 从这个美国战略外交角度看 中国啊 他的竞争主要表现在经济和科技 对吧 咱们讲的缓慢的脱钩嘛 啊 去风险 缓慢脱钩 冯德莱恩讲 冯德莱恩的计划 那这种缓慢的形式表现在经济和科技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个漫长过程不妨碍美国现在啊 短期内和俄罗斯对决啊 也说他现在最好啊 不要把这个跟中国啊 这种对立啊 或者是对决啊 提前到现在 那他就是要拖延啊 把这个冲突要缓和下去 美国更关注的是乌克兰 怎么样在战场上能够打败俄罗斯啊 这是更啊 眼前更现实 所以咱们就理解了 其实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反攻之后 这个啊 对乌军的各种各样的行动啊 包括对北约啊 这种啊 这种作战装备的啊 这个消灭能力啊 也让美国现在非常啊 非常焦虑啊 也说北约部队啊 其实啊 必须要下场啊 现在布林肯其实来北京 其实就代表美国人已经没有别的退路了 啊 有可能北约部队要下场 那这个时候啊 美国人的所有的军事力量 可能就要去往欧洲去了 那这个时候中国人要武统台湾怎么办呢 大家想 战争进城啊 就是一个巨额的赌注啊 大家想 战争每一步都是下赌注 美国人现在下的赌注非常大 这个赌注是什么 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就是他的命啊 他把自己的命赌上去了 欧洲绝不能输啊 欧洲输了 那显然这个拜登这个美国政府就完了 还记得这个开战的时候啊 拜登亲自跑到波兰啊 做一个意识形态演讲啊 那个其实就是告诉全世界 这事我管定了 那也意味着这场战争我不能输啊 所以美国啊 为了以更好的应对中国 他需要什么 首先你得稳定中美关系啊 也就是说稳定住中国啊 稳定住中国其实就是给自己争取时间去跟俄罗斯 俄罗斯是他优先选项啊 俄罗斯其实啊 在美国人看来快倒了啊 所以他现在必须要先去啊 击垮俄罗斯 所以美国呢 为了以后更好的对付中国 需要啊 稳定中美关系对付俄罗斯啊 把俄罗斯拿下之后啊 再更好的对付中国 这个逻辑咱们谈过啊 总体而言他现在啊 就是按照先俄罗斯后中国啊 这个步骤来的 那虽然布林肯来了 但是中美关系可能永远回不到过去啊 那有人讲了 这为什么这个普京会提前动手呢 难道他不知道这个美国人先俄罗斯 后中国这个策略吗 如果普京有战略定力 可能就是先中国后俄罗斯了啊 但是其实错了 通过这个普京对于这个美国战略情报的搜集啊 他应该确认啊 拜登政府上台就是美国的这个 咱们说Deep Seat 他们呢 其实要啊 要搞一个长期对俄啊 这种策略 就是以俄罗斯啊 这种啊 战略啊 挤压为手段啊 来获取盟友支持 在获取盟友支持的情况下啊 来与中国进行新冷战 首先就是要对俄罗斯进行挤压 因为他的更大的 更多的盟友是在北约集团 那北约集团 其实就是 怎么样获得北约集团团结呢 就是啊 与俄罗斯对抗 因为普京应该啊 也了解美国的战略 与中国是科技和啊 这个啊 咱们说经济的竞争 与俄罗斯是真真正正的 这个啊 直接的抢地盘了 如果他晚一天 可能这个战火是在俄罗斯境内开始了 这时候俄罗斯是没法保证啊 他这个全国啊 正常能够维持秩序的 现在普京没有宣布全国总联 就是要维持国内秩序啊 一旦国内秩序崩塌啊 各种势力起来 那么普京是没法控制的 他一定要阻止啊 所以现在看呢 普京的2022年的2月24号 这个军事行动啊 其实也是直接跟美国人摊牌 那这个摊牌其实好像是 帮助了中国是吧 其实缓解了一部分压力 但是其实咱们要明白 美国人的目标 这个就是以俄罗斯为第一个突破狗 然后紧跟着就对中国进行维股 他这个策略是没有变的 先俄罗斯再中国 有人说那先中国在俄罗斯 能不能行 先中国他没办法 因为首先跟中国在军事上 他只要对抗 那么俄罗斯在欧洲就有可能 咱们说欧元石油欧元都已经快形成了 美国人要跟中国在台湾体上下场的话 那这个俄罗斯就有得力了 所以他不能先跟中国 因为中国体量 或者是这个能力要比俄罗斯要强很多 这个就一定是持有战 那这种持有战把中美之间搞成持有战 美国人非常不利 美国人现在就是想利用盟友来去消灭掉俄罗斯 他认为凭借自己的盟友就可以消灭掉俄罗斯 而对付中国 那就是需要更大的力量 那就是整个盟友加上美国一起 前提就是不能有俄罗斯在 俄罗斯必须要先垮台 如果中国和美国在这个 咱们说这个直接对抗 那俄罗斯就尤其是普京中央 他有可能就直接去在欧洲方向下手了 那这个美国人的这个背后就被查了一刀 所以他一定要先搞普京 这个是普京应该是确定的 所以他去年的2月4号他必然要行动 那现在看到布林肯来中国就是要 跟中国应该是稳定关系 中方也已经意识到了 既然是这个美国人现在已经意识到 现在自己处于的这个危机中 美国没有拿下乌克兰 没有拿下俄罗斯 所以现在看这种长期的僵支 一定是这个 美国人最不愿看的 但是现在看 美国人必须要接受现实 就是在台湾上必须向中国妥协了 到底什么价码呢 现在看